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政府指非常关注事故 大约2,250户受影响 已经要求中电尽快长收 停电的包括黄大仙夏村龙光流 地下的大堂一片漆黑 不少居民了解情况 大厦里面各楼层除了公共地方还有灯 所有单位都见不到灯 不过夏村其他座数仍然有电供应 中电派员在现场抢收 有居民选择暂时不回家 在楼下附近休息 我们会跌20层 所以我们是不行的 想对可能我会窒息的 等天亮我也会等 跌了 上面走下来的太热了 忍不住了 幸好我明天飞 再过不知几个小时 我拿行李飞去机场的 钱他要加了 是不是 又说要加钱又说什么 但去维修这些他都不去跟进一下 尤其是这些大厦都这么旧了 你应该能不能查一下电 龙光楼下面的黄大仙中心南馆 同样没电 中电话夜晚大约8点 黄大仙区内有11000伏特的电缆 发生故障 令到区内部分客户的电力供应受到影响 就此致歇 附近的私人屋苑宴崇山 部分座素都传动停电 有工程人员抢收 不过九龙城美东村美德楼 差不多时间也都是传动停电 附近的街灯也都受到影响 有居民磨刻落楼 几分钟之后 大厦公共地方再次亮灯 有工程界人士质疑 如果只是涉及11000伏特的电缆出事 受影响的范围不应该这么多 若果真的现在我们不断再听到有不同的楼出现停电 那这个就可能是牵涉到它的网路里面 现在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出现了 一般其实在那个电力系统 那个设计里面 它是有一个spaire的capacity 就是说它就算一条电缆有出现固体 理论上有另一边可以提供电力供应的 不中断 他说现在天气炎热 停电对居民造成不变 建议电力公司全面检查老旧设备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政府在宪布公告对罗冠聪等六个涉嫌干败 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潜逃英国人士 施行多项限制措施 包括撤销特区护照 禁止提供资金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批评六人获英国包庇 继续鼓吹分裂国家 先看当局行政措施内容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第一次按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付权 向罗冠聪、孟少达、刘祖迪、郑文杰、霍家智和蔡明达 实施多项措施 包括撤销特区护照 禁止向他们提供资金或者处理资金等 禁止和不动产相关的某些活动 就是不可以租楼给他们或者租用他们的物业等 也禁止和他们合资企业或者合伙 另外暂时罢免蒙少达和蔡明达的董事职位 本身是大律师的霍家智 就暂时吊销执业资格 这六个指名潜逃者在英国是得到包庇 而继续勾结外部势力 从事一些危害我们香港和国家安全的活动 这些包括继续鼓吹分裂国家 继续鼓吹颠覆我们中央政府 和继续作出一些煽动的意图 这些措施是为了应对打击阻嚇和防止 这些潜逃行为 并希望促使这些被指名的潜逃者 自己拿出的勇气回到香港 面对接受法律和司法的程序 如果这六个人回香港自首 没有旅游证件的话怎么处理呢 邓炳强说 但他政府可以发出临时入境证明 限制提供资金 又包括网上众筹 或者短片分享平台的资助等 我在呼吁任何市民 应该避免和这些潜逃者 有任何金钱 或者任何财务上的瓜葛 切勿和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是有任何同流合污的情况出现 大家千万不要以身示法 违反这些指名措施 最高可以判筹七年 邓炳强说会不时检讨 有需要的时候 会向其他潜逃者私家限制 无线电视机制中卓希报道 有熟悉国安条例的行会成员 认同当局做法 六个被通室的潜逃者 部分在社交平台作出回应 保安局撤销六个潜逃英国人士的特区护照 当中罗冠聪在社交平台说 2020年向英国申请难民庇护 将特区护照交给英国内政部 宣称2021年起 已经不再使用特区护照 而刘祖迪就说 从未拥有特区护照 一直只是持有BNO 即是英国国民 豁湖海外护照 那些潜逃者 他没有了特区护照 当然庇护他们的国家 就算他没有BNO护照 都可以出一些短期的旅行证件给他们 我也不相信这些人士会向入境署申请退出中国籍 但如果他们是没有一个国籍的话 他们处身的国家如果是有签了联合国的convention on reduction of statelessness 会给他机会加入当地的国籍 保安局前局长黎动国认为 政府的措施可以限制这些人活动 出入英国都会较麻烦 进入其他地方的时候 他们是必须要向当地的入境主管当局 申请一个入境的签证 比如有些地方他是会要求 想进去他那个地方的人 如果他没有持有一个有效理由证件 他要走去一些可以办理公正的律师 做一份身份证明的文件都可以 另外早前有人涉验经网上平台 资助危害国安行为被捕 为什么要用特别措施方式 禁止向六个人提供资金呢 之前我相信会依赖普通法之下的一些协助犯罪的原则 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条文去规定 法律的效力会增强了很多 因为没有需要去任何的咬叫 有金融界议员说 这批人的个人和联名银行户口早前已经被冻结 新措施下银行会再作监察 每一家银行就要去详细去分析这些交易的性质是什么 譬如假如他是一个大股东 或者他是一个主要签子人 其实这些交易全部都会被冻结 他又说银行绝小走漏这一类风险交易 无线电视记者南无杰报道 欧盟表示会对进口中国电动车征收最多超过三成八的惩罚性关税 中方强烈不满 说保护主义没有前途 欧盟指中国政府大规模保贴电动车企 会对进口中国电动车加关税 在现行的百分之十岁率上 增加至最多百分之三十八点一 欧盟说会和中国当局讨论反补贴调查结果 寻求解决问题 但如果无法解决 新税率会在下个月四日生效作为临时措施 据报比亚迪、吉利、尚弃 以至在上海车厂的Tesla都会受到影响 但品牌之间的税率各异 视乎公司获补贴的规模而定 据报每年可谓欧盟带来超过二十亿欧元的额外收益 中国商务部说 欧方网顾事实和世贸组织规则 不顾欧盟成员、国政府和业界劝阻一意孤行 中方高度关切、强烈不满 业界深表失望、坚决反对 外加报纸保护主义没有前途 这次反补贴调查是典型的保护主义 欧方以此为由 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称关税 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 损害中欧经贸合作和全球汽车产工链的稳定 最终也会损害欧洲自身的利益 保护主义没有前途 开放合作才是正道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有智库组织估计加关税 会令进口欧盟的中国电动车 大减四分之一 缺口会由欧洲车厂增产 以及减少出口来填补 警告零售价会被推升 部分欧洲车企 包括平质和大众汽车都反对加关税 担心会被中方报复 据统计指 中国去年出口至欧盟市场的电动车 总额达到100亿欧元 市占率由百分之四倍增至百分之八 美国不足一个月之前 亦都以反垄断为由 大幅提升进口中国电动车的税率 由两成半加至百分之一百 无线电视记者张伟聪报道 俄罗斯派军舰去鄰近美国本土的古巴 准备进行演练 有分析认为俄罗斯此举系意图向美国示威 以回应美方允许沃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设备 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俄罗斯护卫艦哥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 星期三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 俄罗斯传媒报道 这艘船上搭载高石高超音速导弹 能够以九倍音速飞行 打击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 今次访问古巴的俄罗斯舰艇片队 还包括核山号核潜艇和两艘支援舰 会在哈瓦那港停靠到下星期一 哈瓦那距离美国海岸只有大约180公里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 美国已经派遣驱逐舰、星纳船和海岸警卫队快艇等 监视俄罗斯舰艇的动向 有分析认为俄罗斯海军舰艇片队访问古巴 是就美国和北约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装备 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作出回应 俄罗斯的舰艇现在到了美国的家门口 那么它会不会将来也把类似的导弹 卖给古巴、卖给叙利亚或者是卖给伊朗 这个实际上是和美国的一种针锋相对的博弈 这次俄罗斯舰艇编队访问古巴 也都令外界联想起1962年 美苏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 当时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 以应对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导弹 这场危机持续了大约一个月 随着美苏分别撤走导弹化解 被认为是冷战期间 最接近升级到全面核战的一次 但有分析指出 今次到访有美国后院之称的 加勒比地区的俄罗斯舰艇编队 并不具备完整独立的作战能力 所以和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完全不同 相信俄方只是意图向美方示威 超过300点之后升幅收窄 导致一升近78点 报38,823点 表述普尔500指数升58点 报5,434点 美国最新公布的核心通胀数据 货门度超过三年最低 投资者憧憬联储局下半年开始减息 利好投资气氛 纳斯达指数升穿17,600点 连同标普500指数都在创新高 苹果公司继续创新高 突破215美元 曾经升半成 市值达到33,000亿美元 超越美元 成为市值最大的美股 欧洲股市方面 英国富士100指数升67点 法国Kat指数升75点 德国Dex指数升260点 再跟进回黄大先停电视故 中电话者进行全力抢收 预计大约5夜完成复电工作 政府介入港大校政风波 成立调研小组厘清事实 教育局局长蔡若联华 小组已经展开工作 不会定下工作目标时限 港大校政风波持续 校长张祥 及以黄佩斯为主席的校委会 连日来就多个管制事宜 各执一词互相指责 政府因此成立调查研究小组 成员包括教育局常秘李美常 和教育会主席雷添亮 教育局长蔡若联说 小组已经展开工作 重新目标包括厘清事实 协调内部沟通 提出建议 确保大校按大学问责协议的要求运作 妥善运用公帑 那小组会不会定下目标时限 或者提交报告呢 小组就不会先由自己去假设 去几时 最重要是配合学校的实际运作需要 主要的作用就是 也会参考现在本港 或者国际大学在运作管理上 一些良好做法 提供一些参与的意见 去给大学去改善 还有教育会也会按 我们大学问责协议的要求 是去检视大学在这个遵守 或者去履行在这个问责协议里面 有没有出现落差 不是只在是写一个书面的报告 至于会不会要求张翔或者黄佩斯 出席会议 他说小组会因应情况通过书面了解 又或约见相关人士 新兼港大校董的行会召集人 叶刘淑宇认为政府的做法恰当 用客观点、独立点的身份去调查 而是如何改良港大的管治 从而提升港大的声誉 他相信小组完成调研工作后会向公众交代 无线电视机就是一顿结形不到 在北京过台办法 希望能够早日建成连接厦门至金门的大桥 中央电视台宣布将会在星期六 推出一款云端互动产品 呼吁两岸网民在网上起一条连接 厦门至台湾外岛金门的夏金大桥 厦门大桥连接金门的那一段只有不到四公里 六月十五日 邀您一起踏入前选海峡 临上下桥到金门 厦金大桥厦门段去年动工 全长近二十公里 建好之后厦门段距离台湾外岛金门 只有大约四公里 而台湾当局早前说 没有计划兴建大桥连接金门和厦门 郭台办就说建设连接两地的大桥 是厦门和金门民众的共同呼声 目前厦门与金门通桥 厦门一侧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展开 在云上架起一座桥到金门 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我也希望实体的夏金大桥 早日能够变成现实 有大陆男人日前驾快艇偷渡到台湾 台湾当局透露他曾经是解放军海军 郭台班回应说 之后会依法处罚那个男人 这是纯属他个人行为 民进党单局没有必要草木皆兵 这个民众回到大陆后 我们会依照相关的规定 进行处罚 大陆艺人胡歌在电视剧《繁花》当中 飾演主角保总 近期在两岸都牵起热潮 而他在星期三到台湾参加文艺交流活动 郭台班表示欢迎 也将为两岸的青年朋友提供一个难得的交流机会 我想保重到保岛 是两岸同胞喜闻乐见的好事 另外当局又宣布 第十六届海峡论坛将会在星期六 在福建举行 邀请台湾政党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参加 无线电视机者曹家宁报导 大家好 我是夏智恩 黄大仙区多处晚上大约8点起停电 黄大仙下处部分大厦、新浦江等 差不多时间报清有人运车 大约2250个客户受影响 政府说非常关注事件 中电话区内有11000伏特电烂发生故障 为事件自协正进行全力抢收 预计大约5夜完成伏电工作 停电的包括黄大仙下川龙光流 地下的大堂一片漆黑 不少居民了解情况 大厦里面各楼层除了公共地方还有灯 所有单位都见不到灯 不过夏川其他座数仍然有电供应 中电派员在现场抢收 有居民选择暂时不回家 在楼下附近休息 我们会运转20层 所以我们是不行的 想到可能我会窒息的 等天亮我都会等 不晚我从上面走下来 太热了 死不住 幸好我明天飞 再过不知几个小时 我拿行李飞的了 它多长 钱他要加了 是不是 又说要加钱又说什么 但他维修这些这样 他都不去跟进一下 是不是 尤其是这些大厦都这么旧了 你应该久不可以查一下电 龙光楼下面的黄大仙中心难管同样没电 中电话夜晚大约8点 黄大仙区内有11000伏特的电缆发生故障 令到区内部分客户的电力供应受到影响 就此致歇 附近的私人屋苑宴崇山 部分座素都传动停电 有工程人员抢收 不过九龙城 美东村 美德楼 差不多时间也都是传动停电 附近的街灯也都受到影响 有居民磨刻落楼 几分钟之后大厦公共地方再次亮灯 有工程界人士质疑 如果只是涉及11000伏特的电缆出事 受影响的范围不应该这么多 若果真的现在我们不断再听到有不同的楼出现停电 那这个就可能是牵涉到它的网路里面 现在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出现了 一般其实在那个电力系统 那个设计里面 它是有一个spaire的capacity 就是说它就算一条这个电缆有出现图体 理论上有另一边可以提供电力供应的 不中断 他说现在天气炎热 停电对居民造成不变 建议电力公司全面检查老旧设备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一节最新消息 黄大仙下村龙光流 午夜近12点半恢复供电 转提下 房屋局今天公布第一批简约公屋申请长情 有立法会议员预料 会先推出元朗和牛头各项目 合共4400个单位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2年第一份施政报告已提出简约公屋 经过近两年 房屋局终于落实首批单位申请长情和地点 有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委员预料 元朗游博路和牛头各彩兴路会先接受申请 分别2100和2300个单位 最快明年头一季入伙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要保持公屋的错心 就是在公屋轮廓上等候超过三年 还有家庭优先这两个原则 我相信应该是会参考现在类似 过渡屋的那种申请的安排 可能两个地点就有优先 一二 一是选了牛头各的 你没得选的你问一下二要不要 简约公屋合共提供三万个单位 首批撥款兴建的 还包括屯门第三A区 和启德细运度项目 至于第二批包括柴湾 马鞍山和小岚等的项目 梁文广认为当局应该参考第一次的经验 提早偏配简约公屋 加快单位流转 令到更加多居民受惠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日本食人菌感染个案创新高 单在上半年录得近千宗 食人菌是用血性链球菌的续称 致命率高达三至五成 有长者感染之后48小时内死亡 日本爆发续称食人菌 或者是食欲菌的甲型链球菌 这种菌会侵食人体远组织 导致周边血管、动物、神经被破坏 造成大量出血 如果患者免疫力差 身体有伤口 伤口会好像被咬了一忽一样 所以被称之为食人菌 根据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的数字 自至今个月初 今年当地累计食人菌感染个案 已经达到977宗 是去年同期近三倍 并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941宗 在创1999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 其中东京感染病例最多占了145宗 有传染病专家警告 感染个案急增的情况值得关注 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 在记者会表示 自新冠病毒爆发以来 各种呼吸道疾病的感染个案 亦都不断增加 政府会实施基本的感染预防措施 年轻劳动大臣武建径三就表示 政府将密切监测感染趋势 食人菌通常透过飞沫或者接触传播 感染症状包括突然高烧 四肢肿胀疼痛 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糖尿病患者等 免疫系统较弱的人 甚至可能在48个小时内出现多重器官衰竭 幼客甚至死亡 死亡率介乎三至五成 只要及早求医 可以靠抗生素治疗 有专家就说感染个案增加 可能是有新的病原株出现 亦都可能是因为环境改变 有利于病原的传播 例如新冠疫情过后 防疫措施放宽 社交接触增加等等 呼吁免疫力较低的人 应该戴好口罩 留意不要用手拗伤口 日本政府早前也呼吁 计划前往日本的人士 无需因为这种疾病而取消行程 只要在旅程当中保持手部卫生 咳嗽的时候要掩住口鼻 就能够有效预防疾病 无线电视机者陆子旗报道 有本港传染病专科医生说 食人菌可以经非没传播 令患者产生严症 戴口罩和注意手部清洁 可以有效预防 本地不时都有食欲菌感染个案 卫生防护中心资料显示 可以由不同细菌引致 香港较常听到的主要是 在海产、海水、街市存活的 创伤狐菌 透过伤口和进食入侵人体 而日本近日爆发的食人菌 就属于甲类链球菌 透过飞没或者接触患者的皮肤 触摸到受污染的环境或者物件传播 一般会引起轻微不惜 包括喉咙痛、头痛、发烧、出皮疹、皮疡 和黄色结架 严重有机会引致中毒休克 脑膜炎和坏死性根膜炎 可能要截肢清除坏死组织 譬如你那个伤口是在一个短时间之内 有一个急剧变化 譬如红肿、热痛 这些病症有一个急剧的变化 还有你出现一些水泡 而这些水泡 就是又是在一个短时间之内 发觉是越来越长大 另外就是说那个颜色 已经出现一些雨雨黑黑的情况 纸纸的、纸斑的颜色 这些其实要尽快去求医 他就说本港食人菌感染个案 和过去几年差不多 如果要到日本旅游 最重要是注意个人卫生 卫生防护中心就说 现在并没有针对食人菌的疫苗 但是按时接种流感 新冠和水斗疫苗 都可以减低幻想侵入性格类 链球菌疾病的风险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瑜不斗 由南韩回国的大红猫福保 在四川正式和公众见面 即将满四岁的福保 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 在中国大红猫保护研究中心 厄龙神树平基地正式亮相 他不时走动探索 又坐下食粥业 福保是第一只在南韩出生的大红猫 按协议四月初坐专机回国 接受两个几月的隔离检疫 和过度期适应 中心说他已经逐渐融入大红猫族群生活 决定安排他和公众见面 近年有不少在海外的大红猫回国 都会安排到四川雅安基地适应新环境 而在日本回国的大红猫乡乡 昨天更加在基地迎来他的七岁生日 雅安在百多年前发现第一只大红猫 被称为是大红猫故乡 亦都是范迹培育熊猫幼儿中心 泽聚敏去四川雅安看过 来了 圆嘟嘟黑白相间的身体 竹笋不离手 它是在日本上野动物园出生 去年年初回国的大红猫乡乡 这日迎来了七岁生日 看它吃得那么开心 智仰员说原来乡乡回国之后 都用了大约八个月适应 它看见我的第一句就是吼我 它特别凶人来吼我 我前一两天我只能在外面默默地关注它 后来的时候发现它喜欢吃我们这边的苹果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些东西切成小块 来进行那个香 就是爱心思维 摸一下它的手呀 摸一下它的脚呀 就是进行那个相互的那个触摸 让它更快地来适应我的声音 在中国大红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基地这里 还有由荷兰和美国等地回来的四只海龟红猫 它们回到故乡经过隔离检疫之后 可以再和公众见面 当中不少是它们出生地的旅客 专程会到四川这里和它们重聚 每年吸引大约50万人至到访 不过基地强调仍然以进行繁育和科研为主 不会去着重特别去宣传某一个熊猫 我们是保护每只熊猫 主要的功能是培育、待遇年轻大熊猫 让它更好成年以后能够参与到繁殖 同时兼顾科普教育 也便于我们技术力量的培养 就是说你集中在一个区域的话 更有利对大熊猫整个生命周期的了解 基地一共有六十几只大红猫 部分经训练之后会惹化放归 熊猫本身怕热 雅庵这里即使是夏天气温都不会太高 熊猫在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留在户外 生长在它们最合适的野外环境 母线热事记者札娟敏在四川雅庵部 回到新闻时间 我们再跟进黄大仙区多处 昨晚大约8点起停电 黄大仙下村部分大厦和新蒲冈等 差不多时间报清有人运车 大约2,250个客户受影响 政府说非常关注事件 中电话区内有11,000伏特电烂发生故障 为事件自协 正进行全力抢收 预计大约午夜完成复电工作 黄大仙下村龙光楼 午夜近12点半恢复供电 停电的包括黄大仙下村龙光楼 地下大堂一片漆黑 不少居民了解情况 大厦里面各个楼层 除了公共地方仍然有灯 所有的单位都不见有着灯 不过下村其他座数仍然有电供应 中电派员在现场抢收 有居民就选择暂时不回家 在楼下附近休息 我们会摇摇20层的 所以我们是不行的 想到可能我会窒息的 等天亮我也会等 摇摇的话在上面走下来的 太热了 顶不住 幸好我明天飞 再过不知几个小时 我拿行李飞的了 去机场的 要加钱 又说要加钱 又说什么 但去维修 这些都不去跟进 尤其是这些大厦都这么旧 你应该不可以查一下电 当局也开放黄大仙社区中心 和东头社区中心 给有需要的居民休息 和派水给他们 不过当中只有东头社区中心有电 提供倒冷气 龙宫楼下面的黄大仙中心南馆 同样无电 中电话夜晚大约8点 黄大仙区内有11000伏特电纜 发生故障 令到区内部分客户的电力供应 受到影响 就此自怯 附近的私人屋苑现崇新 部分助数都传动停电 有工程人员抢收 九龙城尾东村尾德楼 差不多时间也是传动停电 附近的街灯也都受到影响 有居民要磨黑落楼 几分钟之后 大厦公共地方再次亮灯 对出的东头村道 有中电的人员在这里进行工程 没有回应是否和抢收停电有关 不过现场的工程牌就显示 各个地方本身进行为期近一星期的电力改善工程 星期三起开始 有工程界人士质疑 为何连后备系统都未能够发挥到效果 一般其实在电力系统的设计里面 它是有个spaire的capacity 就是说它就算一条电纜有出现问题 理论上有另一边可以提供电力供应的不中断 中电在今年的头四个月内发生五宗的电力事故 政府早前提出应该就重大电压罩钢事故 设立惩罚方案 并且立入现行同中电的管制计划协议惩罚机制 无线电视机者彭荣熙报道 警方在屯门一个公屋单位 检获23公斤 怀疑是俗称happy粉的混合毒品 拉了一个女人之后会落案起诉 警方说今次检获的毒品 部分成分比起冰毒的毒性更加强 行动里面检获的happy粉 本身是放入这些色彩缤纷的包装里面 合共有4600几包 眨眼看就不像毒品 警方说它的外表就像砂糖一样 有不同的气味和颜色 今次检获大概23公斤 约值230万 是2013年以来 同量毒品案件当中数量最多的一宗 警方在星期二屯门一个公共屋村外 截查一个31顺女人 再在她的单位里面找到这一批毒品 警方说happy粉是由多种毒品 温合而成的软性毒品 包括俗称K仔的陆安酮 和对甲养基甲基安非他命 即是PMMA PMMA毒性是比冰毒 或者其他摇头院的毒性更加强 服用happy粉之后会令身体全身发热 心跳加速 服用过量是更加会有机会影响心率和脈搏 严重是更加会导致心脏停顿 危及生命 警方相信疑犯二几千元的报酬受贡于贩毒集团 而屋寸单位用作毒品储存仓 并且负责派送 相信未流出市面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策希报道 警方继续打击骗案 过去大约半个月拉了175人 涉嫌串谋诈骗等等 665人受害 有婆婆损失二千百百万 警方说 近期多了假扮网救平台的客户服务员行骗 665个诈骗案的受害人介乎15至89岁 主要带涉及投资骗案 警方说不少是高学历和高收入人士 包括医生、律师、投资分析师和大学研究员等 合共累计损失超过7亿8千万 损失金额最大的一中达到2千8百万 受害人是一个73岁婆婆 他了解他一年多前在微信认识骗徒 成为朋友 翌日已按骗徒指示 在虚假网站开户投资内地股票 声称低风险、高回报 将些钱汇到多个银行账户 受害者之后想收回投资大失败 才知道被人压了 警方之后拉了两个男人 但都只是涉嫌借户口洗黑钱 受害人将不声的迹速转到骗徒的户口 令他倾家荡产 原本他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 但就是因为带入了骗徒的圈套 而需要面对生活上的财政困难 警方又说最近还发现 骗徒假扮成淘宝、抖音、微信 或者支付宝等的平台客户服务员 说你申请了VIP会员 要不就说你要交保证金 再不就说你买了保险 然后要求利害取消的话 就要提供银行资料给他 但大家要记住了 这些平台的职员根本不会打给你 其实如果你随便将自己的银行资料 或者个人的密码交给骗徒 那就是等于将自己的银行打开 任由人家里面在随便拿钱 警方过去半个月拉了175个人 除了涉嫌诈骗 也都包括洗黑钱 警方说有诈骗集团 在网上不同的平台 公然招募快女户口 更加亲身陪同快女户口持有人开户 行动中拉了5个快女户口的买手 未来会继续荒蛇打击 无线电视机就是中策期报道 深圳前海去年推出12项 支持港澳青年就业创业的政策 又在前海工作的香港青年说 成功减轻经营压力 也都有落户前海的港旗期望 当地可以继续提供 科研经费补贴等的协助 黎威仪在深圳看过 90后的陈永强 是这间生产全景影像产品的 独角兽公司联合创始人 四年前将公司总部 从深圳保安搬到前海 在整个前海两个小时的车程范围之内 可以构建起我所有的供应链 或者说我的产业生态 你都能找到你的供应商 这是其他的地理位置 是没法去比较的 32岁的港人Caroline 7年前加入陈永强的公司 她说在前海工作 多了机会去到海外出差 也都有很多政策优惠 包括有税收的优惠 港人港税 可以在大湾区 或者是前海这边生活工作 就可以享受到 可能跟香港差不多的税收 前海去年出台12条 支持港澳青年就业创业的政策 包括每个月租屋和生活补贴 合共2,500元 雇主每雇用一个港澳青年 就会获得1万元补贴等 最长3年 来自香港的科创社企创始人 余广涛说 受惠于这些措施 经营成本大大减低 也都被公司和员工 在良好的初创生态下发挥所长 有80%的租金补贴 有半年之后有50元的创业补贴 包括住房方面 有公寓 有人财房 所以在工作和生活方面 都可以很快地安定下来 所以这个对一个初始的团队来说 是非常重要 我们也期望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有更加多合适的政策 去给到我们港澳青年的企业 深港两地融合的这种科研的经费 政策的便利性 其实会更加融通 蒙工厂2014年营运到现在 一共枯发了将近1200个创业团队 当中691个 即是差不多六成是来自香港 无线电视机者 刘慧怡在深圳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